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比特币 以太坊 B&B Solana PP 这样的代币 他在这一轮的一个投资倍数 或者说他的一个市值 相当于就是如果我们去买比特币买以太坊 就是他的市值能跑到多少 按照当下的一个价格买的话 能够有多少的回报 做这样的一个议策 他其实牵涉到的一个东西会比较多 因为这个回报呢 会决定于我们这个仓位的配置 对吧 我们到底应该买什么代币 然后呢 每个代币买多少 以及呢 也牵扯到关于整个加密货币债 最稳 他意计能达到多少的总市值 OK 这个表格呢 大家在屏幕上就能看到 我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思考 然后呢 今天这个视频看完的话 可能对于一些大资金 或者说对于一些风险偏好 对吧 相对比较低 比较稳健 比较保守型的人 他们可能会比较适用 以及还有针对那些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生跟加密货币的小伙伴来讲的话 这个投资建议呢 应该也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说这一期的视频的一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 可能到明年一年一年半之后 我们再来看 看看他有没有去实现 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就直接开始讲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比特币 在当下今天我去做这个表的时候是1.2万亿市值 OK 然后呢 以太坊呢 是4154亿 然后BNB呢 是854亿 索安娜呢 是674亿 PP呢 是不是2亿 这个呢 我是在这个crypto bubble上面看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他有没有大的一个变化 应该有没有 你看1.2万亿 对吧 比特币还降了一点 1.2万亿 这个影响不大 OK 然后呢 我对他的一个预估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轮 他可能在牛市顶点的时候 他的市值应该能跑到3.6万亿 也就是说 他的市值的增长空间还有三倍 那按照这样来讲的话 他的限价是61 对吧 6万6万1千美金嘛 目前应该还是不到一点 现在是6万美金 对吧 6万美金 那三倍的话 他其实就是18万美金 我在之前的视频 其实也分享过啊 就是我对于比特币的一个预测 这也是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啊 有一个特别懂的一个大哥 我今天刚好还在我们群里面发起了一个 讨论啊 一个小调查 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到 截止到目前 这个人大家投资 是亏还是赚啊 是赢应 浮赢多少 浮亏多少 对吧 让你赚的代币是哪些 让你亏的代币是哪些 然后我们这个大哥 他先到目前为止 他是浮赢120% 就赚了1.2倍 然后呢 他家里记说 目前空仓中 他每次都是这样 我们就觉得很牛逼 就经常我们是那种 对吧 总是让这个稳定币闲不住 总要打满了一个 但他经常是能够忍住 然后买在低点 然后呢 之前的视频 大家可以发现一下我过往的一个历史吧 就是比特币价格预测 对吧 这也是上次那个大哥 他之前做那个外汇做了20多年嘛 反正就比对K线啊 对这些是比较懂的 他的预测呢 应该是在15到20万美金 然后呢 我自己呢 就详细的啊 详细的巴了一下 整个比特币的减半周期嘛 然后呢 他过往的一个情况 这一个视频呢 我之前应该也分享过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所以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记得点个订阅 点个打开 打开这个小铃铛 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更新 你就能递一时间看到啊 这个视频 还是有很多价值的 一个是代币标的的选择 一个的是投资的一个心法嘛 包括一些土狗 当然呢 如果你想要进我们付费社群呢 也可以直接在我的主页 看到我的联系方式 OK 现在是299刀啊 超过100人之后呢 我们会涨价 现在呢 是90个人 OK 然后的话 如果想要我自己写的投资建议啊 这边有 不是投资建议吧 我自己的一个投资总结 欧安字的文档啊 的小伙伴 一样的也可以联系我 OK OK 这个可以送给大家 那我们还是来接着说 就是 所以说 这个价格 按照这个三倍来议估呢 相对 它就会达到这个18万刀嘛 然后的话 市值就3.6万亿 那以太坊 今天相当于 这个我们在区里面去讨论了 现在的福亏 福音的一个状况 大家又交流权了嘛 就是比如说 以太坊看到多少 B&B看到多少 Soyana看到多少 大家都有在里面讨论 分析 然后呢 以太坊 我这边是预估它会有四倍 就是按照现在的一个价格 现在的价格应该是三四五五 三四五五 应该还掉了一些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三四差不多 对吧 三四五五 那五倍 四倍的话 它就会来到这个 一万六千美元 今天这个大哥在青年 也预测了以太坊 他说应该他看到1.5万 就大家不要那么死板 就是比如说3.8倍 3.5倍到4倍 这个差不多对吧 它本质上是一个预测嘛 OK 然后呢 它的这个市值啊 这边讲的市值是1.6万亿 然后呢 它的价格呢 就会来到1.3万到 它预测的是1.5万到 所以搞不成 可能有4.5倍 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这边其实给大家讲 讲就是说 关于以太坊的一个市值 或者说啊 就因为这个倍数也好 价格也好 基本上是基于 基于它的一个市值推延出来的 因为像比特币 你基本上可以把它 约的你全流通的一个状态 包括下面的这些 秘密的对吧 如果那种流通量比较低的 那可能它的价格 就是不能够跟它的这个市值 是同比率的 因为可能就是它的价格会低一点 比如说它的市值涨了5倍 但是因为它的代币的流通 解锁变多了 所以它的价格不一定拿到5倍 OK 所以说哪怕它预设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以太坊达到1.5万美金 以太坊应该还是 这个我没有记得看它的一个流通情况 那搞不定它的一个市值翻的倍数要更多一些 OK 相对于它应该不是全流通 好吧 那这个呢 还有一个逻辑来验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网站的之前我也一直有给大家讲 你看这个以太坊当下的一个价格 除以这个比特币目前的一个市值 它是2.93倍 2.93倍 其实是三倍嘛 OK 这边是按照三倍 但是实际上的比特币最近跌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所以说再往一股一点三到四倍啊 是这样来的 OK 这个要跟大家讲一讲 就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参考 相当于就是正常来讲 你买以太坊 它在牛顶的时候 它可能能达到比特币 现在在这个低点的一个市值 就是1.2万亿嘛 如果它达到1.2万亿 它就是三倍左右 那实际上呢 可能它达到1.5万亿 1.6万亿呢 就是四倍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这个呢 是做一个参考 它也是一个佐尊 就是它可能最少也能给你一个三倍左右 但好的话可能就有四倍或者五倍 按照这个有点三到四倍嘛 它有一定的这个 我们讲这个范围差或者误差吧 一个区间啊 OK 然后呢边币 边币说实话 是所有代币当中 在我罗列的这些投资标的当中 它是不太好锚定的 因为我们讲说以太坊 对吧 是老二嘛 老二在牛顶的时候 它的市值达到了这个龙一 老大这个低点的一个状况 这个相对于是一个可以锚定的 对不对 龙二对标龙一嘛 那你说这个边币呢 那我只能说边币对标以太坊啊龙三对标龙二你看差不多如果它对标这个以太坊当下的一个市值也就是说边币在牛顶的时候它的一个市值达到了以太坊当前的一个市值呢它大概有个五倍啊这边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说边币边币这个也是一个思维吧也是一个思维ETH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它是多少你看4.67倍对吧 4.67倍所以啊这个边币呢应该是一个4.67倍到5倍的一个情况OK啊差不多嗯然后呢我为什么说它相对不是特别好锚定因为它是一个平台币对吧 它是一个平台币就平台币我不太好气它它就是平台币当中的比特币可以这么去理解它跟以太坊还不是很一样啊以太坊可能它是一个生态对吧 它是一个底层基建啊所以说边币你说就很难去锚定你你比如说OK对吧OK币你去对标边币这样的话都是平台币相对好锚定 所以我们只能说用龙二锚定龙一用龙三锚定龙二这边内嵌的一个逻辑呢就是说刚才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 它当前啊第三名的当前的一个市值对吧啊在牛顶的时候呢它的市值能够达到啊前一名的当下的一个市值按照这个应该还是有个内在的一个逻辑 OK那Solana你看Solana的锚定反而不是锚定BNB大家能明白吗你说Solana是第四名啊锚定BNB那就BBQ了那Solana就完全没有投资价值对吧 它们很接近Solana它可以锚定以太坊因为它们都是基建对吧都是供链都是比较给力的啊 你在看迪法拉马上面的一些它们的一个TVL你会发现活跃度啊等等等等这个是参考的BNB呢固然有B对吧也有它的一个链但是BSC链的生态都不太行吧 它更多还是有币安这个平台在背书所以呢BNB也去锚定以太坊Solana也去锚定以太坊大概是这个逻辑 所以说我这边有说明就是Solana对标以太坊的一个市值呢大概是有六倍左右啊六倍左右也就是说在它的市值达到4154亿的时候呢啊到目前呢还有一个六倍 确实也是Solana一个波动相对会高一些我这边也统计过嘛Solana我们去看看你看Solana它的个跌幅低点的跌幅能够实现这个48% 但你说BNBBNB就贼稳我靠都稳得快像稳定币一样你看最低跌幅21%是吧你看跟这样跟比特币差不多哎 以太坊的最低跌幅就在最近的一个的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还有33%这个大家明白吗所以我说啊我一直觉得BNB就是平台币当中的比特币啊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而且呢它后面的都不太行啊都不太行就BNB还是比较给力的OK 然后呢我们再讲PPPP的话它对比较比如多几当前的市值但这个呢参考性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大 为什么因为它对比较多几当前的一个市值多几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市值应该200亿左右啊200亿左右啊181亿对吧181亿 然后呢现在是5235154520就是三点几倍四倍不到嘛 那这样的话PP的性价比就会很差对吧但所以因为多几跌的会比较多我感觉它应该是要是呃这个多几当时去年上一轮巅峰时候的一半啊会比较合理多几上一轮应该是有实现1000亿吧对吧多几啊我这边问一下切的GPT多几代币在啊上一轮牛市最高点的时候是 就是指是多少啊然后呢10币的又是多少对吧又是多少我们看一下切的GPT会不会给到又是多少这样的话你按照它的二分之一来锚定就是你因为秘密代币你不确定目前啊哪一个能够成为上一轮的容易对吧这个确实有点不好估 你看啊上一轮是880亿这个是400亿对吧所以多几我按照440亿440亿来算我们就啊也不也不过分夸张对吧我不会说啊PP就一定能跑到这个880亿对吧那如果他这一轮真的超越了上一轮的多几那就很牛啊我们可以知道比如说这边给大家算一下比如说等于880亿除以 当下是52它最高就还有16倍对吧如果我们说等于440亿除以啊52它就有8倍对吧那你再保守一点我觉得啊300300亿应该是有的啊比如说300亿除以52啊所以它应该是在5倍对吧5倍到16倍期间 那你正常折啊7个中间值对不对啊你按照个我记得按照这个8倍来算会比较合理嘛8倍16除以半嘛对吧啊8倍来算所以它的性价比肯定还是要高的不然的话我买索安娜就行了嘛那然后呢还有一个特伯啊特伯也是我们群里面大家都是比较看好的啊共识比较强的特伯啊伯母啊PP都是青蛙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个哥们啊他其实给大家打了一个新谋啊打了一个新谋就上一文 大家就讲是10倍对吧10倍啊是多几这个人搞不定是青蛙因为猫系列感觉没跑出来那如果啊是青蛙的话PP就类似于上一文的多几啊那其实就是看哪一个能成为上一文的10倍嘛对吧10倍的话啊就10倍10倍的话上一文是410亿嘛410亿OK所以我们在这边去锚定比如说这个特伯他啊上他是这个410亿对吧 我们按照一半的话就按200亿200亿我们看一看200亿那你要看他现在是3亿嘛对吧3亿那他要实现这个嗯先对标帽子狗对吧先对标帽子狗因为迷你代币当中帽子狗肯定也是不错的我们先按一个低视值的来去对标他对标帽子狗的话是有个6倍左右对吧啊就是368嘛6倍他对标PP当下就特伯啊 到牛顶的时候嗯达到PP当下的一个4指数是2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52对吧除以2.8他是不是18倍对吧啊就给我这边写的是比如说6然后这边18然后如果他达到上一文10倍的10倍的一半啊10倍的一半那就211211除以2.8啊他75倍 这有点哎有时候百倍币有时候可能就当这样诞生出来的对吧你要说更牛逼一点他达到410亿那有点难410我们只是算一下除以2.8那146倍呢146倍这个就哇靠那直接原地报复啊148但特伯这个币确实还是比较牛的就是我们群里面的一个群友他分享过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上一人花了1万1万人民币买特伯 啊不是买不是买特伯买多几还上什么就秘密币就选中了这么牛逼的一个秘密币然后呢结束之后相当于直接就提了一个马萨拉迪总裁大家知道吧所以说这一轮特伯搞不定可能也能诞生这样的一个呃神话是不是你花1万块钱然后呢涨个七十七十五倍这不是七十五万吗七十五万就提提一个这个小跑车那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呢这边就是他存在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你到底特伯能不能成为商人的 十币对吧啊批评的相对共识比较强啊那大差不差差不到哪批评的怎么着闭着眼睛可能五倍是没问题的啊然后呢我觉得特伯的话呃我觉得这个五倍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你你看哪怕他现在还没上币啊对吧就是你觉得我觉得他涨到个十我们不说五倍吧他最啊他涨到个十亿美金对吧十亿除除以2.8对吧他也有3.5倍也还可以保底有个3.5倍对吧 但一上币安的话他最差我觉得也能跑到这个帽子狗的一个呃这个市值对吧啊这个还是打底安的打底算的所以说他差不多最低最低可能会给你有个3倍啊高的话可能就18倍啊75倍这样的一个国际但不确定的就是这个波姆对吧波姆他也是青蛙系列波姆这边的话我们也一样的去算一下波姆我们觉得比如说现在是7亿对吧现在是7亿 波姆如果对吧我们如果对标批批啊他对标批批的话嗯那就是比如说等于这个52除以7所以他应该是有这个7倍嘛对吧啊然后对标这个使币的一半啊使币的一半200亿啊除以我们讲说这个7他应该有2828如果我们说他只是实现呃这个100亿的话 他这边是14这边是28倍啊28倍OK还有个呢就他哪怕对标这个帽子狗帽子狗是21除以7对吧还有个3倍嘛所以你看371428所以波姆其实本质上也相对是可以投资的啊APU都是我自己也是青蛙系列我我买的也比较多一些啊也赚了一些但是呢APU相对特朴来讲他的共识基础面会稍微差一些所以APU 这个又这个又看不准了APU要是能跑通那他的一个市值会更高你看这边跟他还相差这么多呢对吧所以APU这个代币怎么能说呢比如说先假使他呃对标对吧呃我看一下这个APU这边我呃这这边我就不标记比如说我们先对标什么对标呃对标这个波姆对吧等于波姆的市值除以1.5 9哎这个是4.4倍你看啊最差还是有4.4倍的对吧4.4倍然后呢我再对标一个帽子狗21除以1.59是不是还有个12倍12倍然后再对标一个PP吧啊PP我们算一下啊PPPP是这个不是2亿然后32倍关键是青蛙他有这么多吗他需要这么多吗就看谁跑出来但青蛙 当然代币当中我看到的确实就这么几个啊PP特波波姆APU对吧其他的可能还有但我觉得这几个相对是呃可能比较强一些啊比较强一些啊更容易起来PP不小锁对吧PP不锁然后呢这个呃波姆呢其实已经上了BI码其实你说特波上BI码的话他肯定也不比波姆差啊因为特波他的一个概念还是比较不错的他是AI啊AI加秘密对吧而且他的一个共识 创始人的立志故事啊还是让人记忆有心的你说不你只知道他是个金狗对吧你都不知道他怎么起来的啊那不但特波你待会了解我之前也详细的去讲过他创始人一开始对吧全部是通过这个切的GPT来一步一步的交他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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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啊然后呢他对吧啊创业的时候只有多少美金40美金还50美金然后呢为了让他女儿有更好的生活就很立志 你呢很立志然后呢社区很强社区很强OK这边可能小伙伴会好奇说那你说的这个特波在哪里买你说的APU在哪里买啊这个getIO交易所啊大家可以注册一下用我的这个推荐码就可以买到啊Bitget也有我一般的就是getIOBitget的会然后呢币安呢就买PP啊反正没有的没注册给我的新手呢可以用这个注册有一定的这个交易费的一个反应好吧这个是大概按照这样来去推算的啊 推算的啊然后呢这边下面也给大家去看一看吧我觉得这个帽子狗我其实信念没太有底啊帽子狗没太有底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帽子狗对吧万一这一文狗系列不太行帽子狗我对标谁呢我我应该对标谁呢是吧帽子狗我感觉的话嗯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个其实叫Bunk对吧B-O-N-K还有个叫Flocky是不是啊Flocky 我们看一下Bunk是15亿啊Bunk是15亿啊Bunk是15亿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叫啥一张Flocky是多少Flocky是16亿16亿这个就不好说啊不好说啊那我会觉得因为如果这一轮确实是青蛙大方一彩的话你总不能每个都跑到这个 就两百亿嘛那不太太可能对吧所以相对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可能以这个五十亿到五十亿到这个一百亿期间吧五十亿到一百亿期间啊可能是这么一个逻辑五十亿呢其实就对标这个PP嘛比如说等于这个五十除以十五是不是啊那就三倍嘛那一百倍的话啊一百亿的话就三到六倍嘛你就按照这个三到六倍算三到六倍 OK因为你说跑容易我觉得这个Bunk和这个Flocky它的一个可能性是指共识那不如PP啊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一轮的这个秘密代币的形容意义我感觉PP应该是啊共识会更强一些是吧然后的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你说Bunk和Flocky它的市值不高不低就有点有些尴尬大家都明白有些尴尬然后呢你说这个Bunk 我们呢至少它现在7亿嘛它市值还可以对不对啊它的市值还是相对不是特别高然后的话嗯这个帽子狗帽子狗的话我感觉应该是可能能到一百亿吧一百亿如果这一轮搞不准青蛙它就只跑了一个对吧然后呢帽子狗成为了狗系列当中比较给力的那可能就是一百到两百亿啊 这个就不太好一估帽子狗确实也不错它是Solana链的嘛PP是以太坊链的对吧Turbo也是以太坊啊然后呢这个APU也是以太坊Bunk呢是这个Solana帽子狗是Solana所以这边按照这样的话它应该是五到十倍嘛五到十倍啊五至十倍OK这个我自己的话可能Flocky我对它了解不多Flocky我是不打算买啊 接下来我现在也没有Bunk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它有一个呃有一个呃比较赚钱的呃电报机器人吧啊电报机器人啊这个是这个Bunk有的啊 然后Pizza跟Dog能探视名文嘛这个就不说啊主要今天是给大家去做一下推演 OK那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买这么多啊其实那我今天在一开始就讲说 主要是针对那种比较相对保守的或者资金比较大的那我们接下来推演一下为什么这个预估它是相对还是有底层逻辑属性所在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像这个比特币当下的一个占占比市值占比是占比百分之五十这个应该是在我看一下我是在哪看的啊这个比特币生态我应该是在这个 这个CoinGecko上面有看到我们在这你看这个比特币市占率嘛我滑到差不多这边 我们能看到比特币百分之五十以太坊百分之十六对吧边币百分之三 所在呢百分之二大概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就把它罗列过来了加起来它占比额百分之七十三 百分之七十三OK然后呢在上远高点他们的一个占比呢是百分之六十五就是说当这个价格来到高点的时候它这个F4啊这个头部的它的一个占比呢会有所下滑嘛 因为高点的时候所谓的三在季嘛三在币它就会呃整个的市值占比会变高一些这个呢是怎么看的应该是在啊你只要找到上远上远应该是21年11月10号21年11月10号哎你就是按照这个去划比如说这边点全部 然后呢你就在这边去找21年21年21年对吧企业企业11月10月差不多哎对吧就在这然后是这样算出来的OK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的展示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算啊可以去算比如说啊我们再看上一文啊这个最高点上一文整个加密货币啊当前整个加密货币啊在我今天下午统计的时候是2.4万亿 然后在上一文的话啊高点的时候是接近3万亿对吧3万亿那这个就呃很很好统计啊那我们呃这个F4对吧按照这样的一个预估这边这几个加起来啊他就是6点接近6点16点1亿嘛我按照6亿来算啊6万亿啊6万亿所以F4如果这个三倍这个四倍这个五倍这个六倍加起来他就是6万亿 然后6万亿我们讲啊他占整个加密货币的总市值是多少对吧这边的话应该是要除以这个0.65所以是9万亿嘛所以说当这一文啊整个加密货币的总市值他如果是这个啊8到9万亿对吧或者到10万亿的话 他整个就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倍数的一个增长啊上一文是3万亿嘛这一文因为有ETF啊等等等等如果这一文他整个的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市值对吧啊他在涨个3倍嘛3倍的话就从3万亿啊变成这个呃9万亿他最差应该有两倍嘛啊应该是6万亿对吧6万亿 OK然后呢这样子来推演的但我们也可以去反向算一下比如说 假使这一文整个的加密货币的总市值他就只有啊只有6万亿我们看一下6万亿 6万亿然后的话啊这个F4占了65%对不对占了65%啊或者说嗯直接用6万亿乘以这个这个比特币占比嘛对吧占比41%我们就可以等于6啊乘以0.41所以他就是2.46嘛2.46那这边就变成两倍啊 这边就变成两倍对吧啊然后的话啊如果他这一文整个的市值是6万亿的话这边都要得打折扣比如说这边之前是按照三倍对吧是3.6万亿现在是2.4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占了18%对吧18%等于6乘以0.18那他就是1万亿啊1万亿那其实很简单啊1万亿除以0.18 0.4等于1除以0.4是不是他就是2.5倍2.5倍啊这边就变成两倍这边就变成2.5倍啊这个价格呢就对应了去调那BnB呢肯定也会下降嘛啊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最终其实一切的一个推演啊他其实还是回归到了整个对这个这一文总的加密货币的总市值的一个预估那我这边整个的总市值的一个预估呢算到8到9万亿啊就9万亿主要三倍啊 三倍来算的啊三倍来算的所以这一轮呢就是嗯上一轮高点在3万亿嘛3万亿这一轮你就看他是2倍还是2.5倍呗对吧2倍还是2.5倍还是3倍呗啊就是所以说这一轮的整个加密货币的总市值他应该是在6到10万亿啊之间啊这一轮对吧2倍应该是没什么的问题这位加密货币总市值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啊所有推演的一个 大前提啊所有推演的一个大前提你记这个大前提然后呢来去啊推算出对不对啊我们最终的投资回报的一个情况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买的代币选的代币啊选的这个对吧买这个时机多么牛吗当然的时机很重要你这个是按照现在推演的如果你是熊市的那对吧你的倍数可能还得乘以2还得乘以2比如说比特币对吧你是这个呃三万美金买的那个不一样吗 但其实一切还是取决意这个叫什么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叫啊最关键的叫大盘啊大盘书记啊大盘思维对吧大盘啊水多对吧钱多量大那你就是整个大家的赚啊是不是就像上映人啊怎么买怎么赚然后呢既这样的一个推断啊就是又回归了几个常识这边给大家写一下第一个常识啊第一个常识啊就是比特币的 倍数倍数倍数增长啊就是不如ETH啊对吧ETHETH的倍数增长啊就是不如什么BNB对吧相对而言然后呢BNB的倍数增长就是不如Sorana对不对Sorana的倍数增倍数增长就是不如什么就是不如 PB对吧这边呃怕忘了现在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呃这个叫什么呢呃就是我们看一下上一轮它的一个倍数的一个增长啊比特币在上一轮是涨了多少啊我在这个表上应该是有看看到你看上上一轮第二次减半的时候是整个是28倍嗯因为这边减半的价格而且这是按照减半到牛顶的一个变化哦对吧因为我们目前的价格 其实是跟减半的时候是差不多的然后呢上一次的话是7倍你看7倍OK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和Sorana这边是以太坊以太坊上一文是先涨了三倍后涨了六倍啊差不多应该就18倍嘛这个应该是乘法对不对比特币应该上一文是反正就是三条线涨了90%然后又又在这个基础上又涨90%这个是之前我上一期视频讲过然后呢Sorana上一文是涨了254倍嘛你看从 这个但它是从这个熊底到牛顶啊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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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涨了两波呢第一波第二波反正这样子反正差不多是254倍200多倍你看这就是这就是现状PG你看到现在都涨了多少倍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啊这就是一个常识啊什么意思呢就市值摆在这对吧1.2万一涨哇靠车太重啊市值太高啊 这就是一个常识了OK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追求整体投资回报的一个嗯一个什么一个更多的一个倍数对吧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了就是这个比特币肯定是最安全的嘛对吧所以但是呢它的这个回报呢相对啊它可能对吧并且属性更强 但它的这个回报的这个属性呢就不如其他所以我这边就给大家一个我优化过的一个投资建议啊之前我可能就觉得比特币一定要有50%但我觉得这个看个人的风格吧我觉得按照10%这一次比如说比特币你给他个10%啊然后呢以太坊给个20% DNB给个20%的仓位所按的给个25%PB给个25%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讲的为多少时间研究的一个风险偏好低的然后呢资金比较多的对吧你相对要追求稳定的同时又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啊然后的话按照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因为你基本上就买了F4啊1234再加一个很强的很牛逼的PP代秘密代币对吧就这样的一个配置加起来刚好是100%然后呢你看这边因为三倍嘛 占个10%的仓位0.3 0.81 1.5 1.5对吧你这样一滑了啊嗯这个5倍的回报整体5倍的回报你投100万进去可能变成500万对吧近赚400万那你讲我们买F4这么稳定啊这么啊对吧相对保守然后还有5倍那真的是很牛逼啊而且还是现减半后的一个买入对不对那这边为什么说可以比特币只给10%因为以太坊也通过ETF所以问题也不大 B&B毕竟必然不倒也没什么问题索安娜也还蛮牛逼的至少在生链之争当中没太有说会对吧会被干下的啊所以PP的共识在这边摆着所以本身上你看这个F4的占比占有75%啊哪怕PP这种可能就是跑着跑着不行对吧那你也没什么问题就不太会存在说亏损特别严重或者规论这个不太可能对不对那这个呢就是真正的没有时间研究等等等如果你用时间研究的对吧天天用老牛 老鸟老韭菜那你可能就是哎那你可能再会去看看比如说特博啊布尔姆啊啊APU啊再来一点对吧啊这这些呢就是可能就更多可能是做不断吧因为多个这个符文我我我看不准对吧反正我现在是赚了两倍左右之前最高赚三倍差不多的时候可能就会卖掉卖掉的话可能就买特博买其他拿着嘛披萨呢我也现在是亏的嘛我是4.5买的现在是4嘛等会都呃开始拉伸的时候弄弄卖 Bunk啊我觉得我也没多感觉没多感觉对吧不好判断然后呢我可能我自己呢就是帽子狗嗯我觉得我会保留一部分啊因为它毕竟是索安娜有点的对吧啊帽子狗的表现好像也还可以也还可以如果索安娜一直在涨它应该有没什么大问题然后的话啊就是反正就批批啊帽子狗然后嗯反正就是其他的两个狗我就不买了啊这个有时候 对吧买买太多也反啊皮皮帽子狗然后呢特博对吧薄膜我也会配一点配一点啊因为我不确定是薄膜是特博还是薄膜会起来APU也会配一点 但这些呢我本身也会做波段啊APU我会做波段啊现在是让我赚三万刀啊三万刀差不多就这样子吧然后呢这个这个呢按照这个配比对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但我的仓位呢其实现在调整起来有点麻烦因为我现在肯定是比特币占比会比较高啊比特币跟以太坊占我50%啊但我还有另外一个账户啊另外一个账户 对这个就是我的资金我会分为两两个投资逻辑吧有一个是让我老婆来管我老婆我可能就会让她用这个方案 然后我的话因为我就会去买这些三战嘛三战三战币来弄OK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自己做一个分享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提出建议 然后呢提出你的一个思考如果你有好的一个标的呢也欢迎一起分享好吧这一期视频应该还是对你们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启发 然后呢如果想进我们付费设行或许更多财富密码的小伙伴呢啊记得加我的这个联系方式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拜拜